嗨,辣妈来了 今天你都必须要把这个视频看完 因为Rita要叫一个很重要的话题 那就是2021年设计流行趋势 不论是想自己家里翻心 一或者是你的商铺想翻心 一或者你是我的同行 这个视频都对你有非常大的帮助 在过去的几年时间里面 你可能经常听到极简风 工业风这样的关键词 我们也在街边的商铺当中 看到了这样的设计元素 那流行的设计色彩也是以冷色调 灰色调、深色调 主打极简体现它的一个简洁和高级感 但是在2021年呢 非常的不一样的现象出现了 活泼温馨的暖色调 重新回归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你会渐渐发现设计里更多出现一些 黄色、大地色、暖橘色和木质的颜色 这样的流行色不单单体现在设计装修里面 也体现在了时尚行业当中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各大色卡网站发布的2021年流行色 Pentone Ultimate Gray and Illuminating 在灰色的基础上添加了亮眼的柠檬黄色 就好像刚才视频的前面 你会看到Rita的高领毛衣就是一件柠檬黄色 多乐式的年度主题色 也是暖纱、桃棕、柔和青色和暖珊瑚橘色的结合 以上这些颜色使用在墙面、天花、这些大面积色块 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决定整体室内空间的感觉 也不难理解在经历了2020年全球性不安和恐慌之后 人们肯定是更倾向于把自己的室内空间 自己的家打造成一个温暖的小窝 第二个元素 曲线造型 在许多近期的设计作品当中 我们也经常能够看到曲线和拱形的造型 除了许多日常用品中运用了曲线 比如厨房的用具、小摆饰、装饰挂画等 在大尺寸的建筑和室内设计里也经常能够看到 不论是古典的欧式还是装饰主义 都不乏一些曲线的元素 而拱门的造型更是古典元素 在现代设计当中的一个完美体现 如果你想为家里增添一些曲线的元素 而又不打算改动墙体的话 可以参考一些有意思的小装饰和摆设 也还可以小面积的用涂料打造一些局部的曲线造型 第三个流行趋势的元素 Organic Shapes 这种不规则造型的家具 虽然直线造型的家具在布局摆放上可以最大化的利用空间 但直线角的尖锐和折角在最新的设计趋势里逐渐被许多圆滑的流线造型取代 沙发 桌子 台面 灯具 图案等等都变得更有趣味性和更生动 有一些灵感概念来源于Art Deco装饰艺术 加以更现代的一些设计 更加符合人体工程学和人们的使用的体验 在家具的材质使用上 柔软的材质也更加的常见 比如今年特别流行的沙发造型 采用的一般都是丝绒或者棉麻的质地 也大多配合流线的浅色暖色系出现在这些物品当中 这些流行造型的家具不仅仅在造型上很出彩 也能让空间使用感变得更加的流畅和灵活 比起那些呆板的直线条 曲线更加的让我们觉得很舒服 都说直线来自于人类 而曲线是来自于上帝 比如相比较正方形的沙发 弧线造型会更加让人感到清静和温馨 第四个设计元素我们就要说一说风格了 Japandi风格是Japanese 日式风格 和Skandina Vang 北欧风的结合 也是当下最流行的设计风格之一 这两个风格单独其实从去年一直流行到了现在 那现在这两者的相结合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呢 它的代表元素就是简洁干净的线条 柔和的大地色系 但同时又结合了很多不同风格的木质元素 比如说深色调和浅色调的结合 亦或粗犷的质地和细腻木纹的结合 Japandi日式风格把日式当中的禅意 和北欧的风格完美融合 编织元素和有机材料 结合我们刚才说的前几点 相信大家不难发现 有机材质和木质元素依然是今年的流行主流 相比起食材金属和玻璃冰冷的质感 有机材料它更能让人感觉到家的温馨 藤料编织也是今年非常非常流行的元素之一 你是不是已经在有一些商铺当中 或者是家具的设计当中已经看到了这些元素 不论使用在桌面 座椅 柜门 还是小装饰 都非常的细精 让人一看就觉得与众不同 而相比传统工艺 编织材质也非常的坚固耐用 容易打理 另外干花 风干的芦苇 叶子等装饰元素 也强势的回归到了今年 这些干花的元素和暖色大地色系的搭配 也非常非常的融洽 特别在配以原始风格的陶瓷 瓦罐 花瓶 更加的凸显回归自然的本质 最后一点要分享的元素是 feature wall和textured wall 墙面的特殊处理 在墙面上加一些板材的装饰 比如数条纹的木质装饰板 配合不同的颜色材质搭配 和不同的切面造型 都能为你的家 你的室内空间增添不少的亮点 材质拼接也是今年非常流行的哦 它能让空间更有层次感 提升整体质感 不会让人觉得枯燥或者是单调 这种拼接和板材装饰 可以是很小的一部分区域 比如在餐厅的某一面墙 或者是在电视柜的附近 或者是床头等等 不需要花费太多额外的工作 就可以达到完全不一样的效果 好了以上的六个流行元素 你都记住了吗 暖色调的墙面和摆设 流线家具 不同木质的拼接 钢花 曲线造型 装饰艺术 板材装饰 编织工艺小物件 以及Japandi and Scandinavian风格 听上去有这么这么多的元素 把它相结合 或者是单一的用某一种元素去发挥 听上去其实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Rata 广而告之 是的 我这个屏幕现在有了一些新的调整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 我会专注的讲设计装修 还有商业物业 工业物业的用途 设计和规划 另外如果你自己也是从事设计行业 很愿意跟Rata交流一下 我们也有一个建筑设计交流群 是一个付费的微信群 也欢迎你的加入 我们这里有来自天南地北的朋友 Rata 会在每两周的时间里面 做线上直播 跟大家分享一些有趣的话题 并且群里的小伙伴也会分享 他们自己在设计行业里 自己独特的领域 那好啦 Rata 要回家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你是否觉得很有帮助有收获呢 如果有的话 继续关注Lama Rita的频道 我争取争取 多拿点时间出来录视频 确保每周一更好吗 OK 大家再见 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